风之子祝宝通的名字绝对是中国格斗圈响当当的存在 身高1米85,颜值出众的他虽然身为95后 但已经是一位在国内赛场征战多年的老将 近些年由于将事业重心转为开馆授课 祝宝通参赛的次数屈指可数 不少全民也是分期待他能够再次站在擂台上 给大家继续奉献出精彩的比赛 北京时间8月12日 距离上一次比赛时隔9个多月后 祝宝通回归赛场 将出站在四川梁山缅宁县举办的缅宁国际格斗冠军赛 此次他将在残酷的mass fight规则下对战来自新西兰的高手 祝宝通是国内70千克级别的名将 早在2016年便出路真容 拿下了昆仑爵城市英雄年终总冠军 凭借帅系的外表和高超的格斗技巧以及拳商 祝宝通吸引了不少全民的关注 大家都十分看好 他成为国内70千克级别的顶梁柱 他也不负众望 在后来的比赛中 击败过RICE第三代冠军森田重文 两胜日本狂犬西川智之 与状态震慎的俄罗斯牛仔帕石波林大战四回合不相上下 在国外的一些赛事上 祝宝通也有很不错的表现 绝对是一匹超级黑马 不过后来他却逐渐淡出了擂台 直到在去年年底 身中80千克击队阵负高峰以前 他已经两年时间没有比赛了 在与负高峰那场比赛中 诗隔两年深重作战 祝宝通虽然状态不及在70千克时 但他却在后两回合逐渐找回了比赛状态 凭借自己的西法找到了优势 最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此次免名国际格斗冠军赛 祝宝通将在Mass Fight规则下 迎战新西兰选手丹尼尔 对手丹尼尔是一位一位多期作战的选手 在MMA 拳击 裸拳赛和踢拳赛事中 都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 早在2014年时 他还曾登上过昆仑爵的擂台 对选手们来说 Mass Fight的规则是极为残酷的 连续作战9分钟时间 带着小拳套 不KO便是平局 但是对观众们来说 Mass Fight的规则 却让他们很容易便看得懂比赛 同时KO奖金的存在 也激励了选手们在比赛中 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祝宝通和丹尼尔的这场比赛 依然是在80千克级 深重后我们能看到 祝宝通的身体优势依然不小 他也曾在Mass Fight的规则里 KO过日本的西川智之 对规则并不陌生 那么此次免宁国际格斗冠军赛 风之子祝宝通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表现呢 北京时间8月12日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